大家好 欢迎回到网向编辑部的 《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又我是许乐山 一个人和大家聊天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暴 再加上浪费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们今集回来要讲一讲这些BNO Girl 或者这些叫移英港人 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群黄友要这样过去英国 就不多提了 他们所谓一种离散 被逼的效应下 而去到英国要搞这些什么香港人事集 当然 只不过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同声同气 说回这个广东话 或者看很多的繁体字 来到购物也好 走下吃下买下都好 其实这些是自由的 无所谓的 你喜欢就在英国搞饱了 你在香港也可以搞这些事集 他们那些黄友 什么隐世事集 其实还有在 专门是给他们这些同路人围围走下的 可以搞的 不过在英国也有麻烦 你也知道他们那些人 已经叫做找不到吃 或者叫做找不到多一口吃 做得最低工资 说到自己好像生活很好那些 这个都是他们的自由 不过他们挺有趣的 吃饱饭就等什么 要搞这些就是斗黄 挺过瘾 因为他们黄都分很多类 什么良知又有 抗争又有很多不同 现在无端端有人在说 这些香港人市集真的看到越来越多 他们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想约大家出来打麻将就叫做Bot Game 中文就叫做卓游 原来麻将也是当是Bot Game 都可以的 你喜欢这样说的 都是在一个桌面上打 一直碰碰上吃 除了吃烧米 买鱼蛋之外 就是吃糊 不管你 炸糊 鸡糊 什么都好 总之有得玩 有得开心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那问题在于 他们又说了 相反呢 为什么好像有得给大家 去参加一些和香港人抗争的活动 叫做越来越少 暗指说现在好像来来去去只有市集 市集比较多 帮香港人争取什么的抗争集会 甚至不要让人忘记香港的问题 为什么不搞这些 反而只是搞来搞去都是奶茶蛋撻烧米 因此就会扯来有两边 一边就叫做支持只是搞这些市集 另一边就会因为 他们不搞这些抗争活动集会的人 又要再谴责他们 两者就觉得 还搞这么多做什么呢 还是怎样怎样呢 见他们逗嘴都挺搞笑的 他们觉得这些就叫做分化 其实这样问 我又不觉得有什么叫这么大的问题 问一下也不行 为什么会没有这些抗争活动呢 你说如果他们在英国搞搞 没有帮衬活动 你当看动物园 其实都挺过瘾的 好像隔着个铁笼 看看动物 当然我自己就不是这么主张 这些动物园 不要紧要 你说我喜欢去动物园 这个是你的自由 好了 会不会制造了一种叫做对立出来呢 他们这种人喜欢玩斗争 那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说 你这么喜欢香港人抗争活动的集会 那你就出来搞几个 等你搞啊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他都说两者之间没有冲突 只是想叫大家不要忘记 为什么要来英国啊 每一个人说要过来英国 都有各自各的考虑 你不能够把每一个移民 移居 甚至乎真心哥说的 旅居英国的 引号香港人 都将他们列作 一定要搞抗争活动的 又或者 有一些人的角度来看 你踏着这些手足的血汗 甚至乎生命 他们牺牲了自由 让你来到英国的话 你怎么可以不搞抗争活动的 起码都要弄一个香港人日程表 英国版出来才行 对不对 如果你们只顾着吃喝玩乐 搞这些集会的话 不是不行 这些市集 搞多些都可以 不过 是不是都要有适当的比例 搞香港人抗争活动呢 在英国又真的少了些 到时都是春秋以制 六一二多少周年 出来搞搞搞 其实较早前 他们在英国不同地方 都搞了47人的 声援初选案 没有人理你 还有什么全球什么什么 不知所谓 就是台湾那里 都见他们有搞的 声援47人初选案 那些集会 直接台湾地区方面都不报道 都免得理你 我马上找一下那天 有没有什么媒体去报 没有 是没有 不知所谓 有些人都会有 不知是冷嘲 还是热讽 就说 你未看清楚人性 当你舒服了 就是这样 又是的 当他们叫做 哭哭啼啼 又说什么走难来到英国 当他们小孩子又叫做 读了书 自己又叫做 有份工 每个月有收入 又交税 甚至乎 经历了起码一年的英国春夏秋冬 究竟怎样 有些人真的会适应到 而且真的叫做 住落在英国 就知道 交什么手提电话 交欢频 电视台的费用 这些那样 久而久之 真的会叫做 适应了 就是等于叫做舒服了 那就是 做什么 不用了 我们做到什么 会给很多不同的藉口 自己叫自己不需要再做下去 还有挺有趣的 有些人可能会跟这些B&O Girls 说 叫他们在英国不要光顺蓝店 反而 反而被这些B&O Girls 说他们在搞事 因为觉得他们 又说去到英国 要拒绝什么什么 又说不要买Main in China 还是怎样的 为什么会去这些中资店买东西 然后B&O Girls 就会骂他 不买 那怎么办 回香港买 我要吃的 当然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他们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在香港的时候也是这样 去到英国也是这样的 自己觉得有需要 就会给不同的理由去说服自己 甚至乎不是说服你 而是骂你 其实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们会斗王呢 就是这样的 你有你的王 我有我的王 可能你又不认同我的王 为什么我又要认同你的王 那大家就斗王 就是斗王 真的挺有趣的 斗王这些狠狠 很好笑 然后这些人就会说 为什么会这样问他 叫他不要帮衬蓝店 就是英国的蓝店 因为看到他们 又说到自己很王 很厉害 对于特区政府 那些在英国不断骂 或者不断嘲笑 香港有什么国际大刀会 就是刀剑的刀 又说什么元朗 又有半夜 那些南亚帮吃过 大摇大摆 不断分享 说到自己很王到出汁 但是竟然又做了这些东西 就是去一些中资店 光顾他们所说的英国蓝店 就说 哎呀 就算我不是BNO镜 我都会这样坚持 就是不会去买就不买的了 我也想问一下 如果在香港这些 你是不是不喝冬江水的呢 而且你洗澡是怎么洗的呢 如果你说不喝 那你洗澡也要开水 那你开水也是冬江水 那你是怎样呢 井水 还是买蒸馏水 这样帮自己洗澡 其实我都想了很久 因为你不可以自己有双重标准 有些人就叫他 要看开些 不要想了 就是他们不搞集会 就是不搞 对吗 接着他都说 如果没有留在香港受苦的手足 我就可以看得开了 就是你叫我看开些 我是很难的 就是好像这些BNO镜 那样 那么落天 在英国我就做不出了 除非香港的手足不需要再受苦 还有些人说穿了他们的底牌 或者某种心态 说有一些疑英港人 就喜欢买几个香港领领店加油的东西 那些神主牌也好 或者明信片也好 卡纸也好 什么都好 放在家里就当抗争了 最冷言冷语那种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 你觉得没有这些抗争活动 那你快点搞吧 用这种态度是挺令人心寒 如果是他们那些人的角度来看 有些人就会觉得 如果去一下这些香港人市集 都要被人指责的话 那是不是搞到要没有人去才安乐呢 他们这些标准都挺有趣的 还好 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 我们都听到他们的某种 说自己是HKG 然后又加个S 原来还有一种叫做New Hong Kong Girls 哇 好棒 新的会是什么 要有大的世界观 要留意一下 或者不要只看着香港等等 不想去就不想去 有些人还会骂他 还要停留在这些抗争 老不老土些 动之旗打向独立战争 要不然就在英国 静静地就算了 有些人还好笑 为何这些活动没有人参加 应该要想想怎么改 希望吸引更多人来 反而埋怨香港人 英国的不出来参加 其实这个点 我们一早就看穿了 我们较早前都说了 HKM罗冠聪 还去帮大家 贴海报 宣传 叫大家搞一下这些集会 播一下香港电影 整两个研讨会 讲一下香港精神是什么 电车 霓虹干管 这些 叫做全城香港文化 洗鬼里全城 其实都说了 这些很现实的问题 还好笑 看到现在这个罗冠聪 老实说 还有什么可以做得出样 他这些带头 都搞不了什么出来 凭你们这些鱼猫虾仔蛋散 还搞到什么出来 看到罗冠聪还好笑 他说了一件事 我看到我都吓了一跳 他说2016年的时候 年初有一些 叫纪录片的团队 跟他接合过 断断续续跟他 跟着来 拍了大概三年的影片 拍到2019了 到最后 那些纪录片 就没有了下午 由他参加立法会选举 当选 王之洞 或者周庭 叛刑之前的聚餐 岑奥辉 又这样那样 DQ之后 又讲讲讲 又说这个城市 都没办法再踏足 本来帮他拍的团队 那些制作方面 好像出了事 好像有据说 现在有另一帮人接手 还说 未来他的纪录片 就会诞生 即是以前 有梁天琦的地口天高 带着口烟 点烟 簡直看到那些人 骗到爆 那些 那时还记得有些奇迷怪 在工厂区 不知道哪间工作室 还是什么 其实这些人的海报 还有什么DVD 还没有放在那里 有没有看的呢 其实 接着 罗冠聪 又扮矮仔 又说自己 哎呀我不是什么主角 不过我都不太习惯 这么撤毁 不过过去一年 做完一个接一个的访问 都会问导演 喂 这些片段剪出来 会不会很闷 还好笑 又在自吹自擂 借这个导演 来帮自己 大顶高帽 导演说 不会 还要不厌其烦 说完一次又一次 哇 相比起 那些英美超级英雄 这些救世主义的形象 你这些 才是真英雄 有这种特质 怎么怎么怎么 喂 喂 罗冠聪 你又说什么罪名是好 爱香港 这样那样 又说什么 你自己被DQ 你会不会说过这么白痴的原因 就是那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 这些那么傻疑 搞到自己DQ的东西 你说出来 拍出来都丑 还要神化自己 被英雄化自己 究竟是怎样 人不笑狗都废 不过又是低能的 总有一群人都会觉得 罗冠聪 这样做 是叫做 帮到他们觉得 香港现在的问题 不要瘋了 如果这个弹散 他那个窗户 搞了这么久 还是怎么怎么 请问有些什么 叫做间接 帮到香港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没有直接帮到香港 直接当然不行 间接都没有 怎么为之叫间接 他们那时候叫英国政府制裁香港特区官员 那些 有没有 一个都没有 傻子 还要付钱 还是怎么怎么 傻子 可爱 还见到有些人 叫罗冠聪 为他鼓掌 还叫他勿忘初心 你没有生病的 他初心一早就变了 傻子 他能够继续留在冤国 那就算了 对吧 因此 就算你见到他 Facebook 推特 推特 台影众话 也很少见他有什么更新 Youtube 好像也不太觉 他会出声 对吧 但是在Facebook 也有做些什么 还有 例如 尝试一下 去做些踩界东西 就是告诉别人 自己还在 看到最近 除了说 未来会有 罗冠聪 人物自传 哇 这样的事都很做出来 当然 这些又不用他自己给什么成本 有人给他出钱出力 去搞一个这样的传记 我想也有人看看 因为他近年做过什么 有什么窗户 或者有什么会议 去见过 谈过 当然 那群人的脑筋 比较单纯 他们不会想想 你说这么多 但实际有什么成效 做到什么 如果你纯粹这些 说完是没有意思的 没有结果的 你说我不是要长线的 这个国际线要放长线钓大鱼 这些不是查案 香港会变的 这个地方 可能会来好香港 我们会看到 可能会派电子消费券 有不同的基建 有不同的经济 情况会出现 我们看到许正宇 继续 未来去完英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之后 未来会去南韩那边 再出席一些金融会议 来说香港最新的情况 大家互相之间 国与国也好 地区与国家也好 地区与地区也好 是开始经济上的交流 如果不是你们所说的 香港现在这么坏 还有因子丹所说 你们这些责任 不是示威 是暴动 大家过多一段时间沉淀 就知道你们过往的行为是愚蠢 还有是违法的行为 并非民主自由 如果现在你们争取不了 香港是不是又这么差呢 所以你们这些再引伸下去的 叫斗王 他们斗王之余 已经是愚蠢 这些责任已经是无聊 还有 再混合这些罗冠聪 他们完全看不清楚整盘的棋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去到一个位置 已经是残局 有没有可以收拾到这个残局 收拾不到 要投降 由得盘棋去到就算了 你有你的英国生活 他有他在香港继续对抗赤化 继续在说一下 罗冠聪有他继续扮有国际线 倡议有他的生活 你有你的俘虏 其实真的这么简单 他们的斗王都是得淡笑的 好了 今次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